哈喽大家好,我是Irvin,那我现在在布鲁塞尔,现在是3月31号的下午5点36分 那首先最重要的是3月31号庆祝Moeira19岁生日快乐 19岁,1998年3月31号早上10点就是Moeira1.0的原始码事出 然后同时就是Moeira这个组织MoeiraOrganization开始运作 好,19岁了 好,那今天我要来报告我今天就是去RiseCon所看的,所参加的议程 那今天的议程比较少,因为今天早上我漏了两个,我睡了两个议程掉,真的很累 好,然后昨天晚上录到10点半,昨天晚上录太晚了 然后我现在是5点半,我要在6点前解决这件事情 因为这边的商店大概都是6点到7点,6点或7点关门,所以我等一下要去买点东西 好,那第一个议程是 是那个SSNOW他们所举办的to be an intermediate for the helpline 那helpline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SSNOW的服务 就是说让人权工作者,如果你在数位科技上遇到任何问题,像是你觉得你的手机有问题 你觉得你的手机被窃听或被破解,被害了,或者是你的Facebook账号被偷了,登不进去 那或者是说你的朋友,他就是数位工作者,然后他人权工作者,然后他的账号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他消失了,人消失了,但他的账号还在跟其他人互动 那这是他们所说的一个Case,那表示说可能是政府机关正在用他的账号钓鱼 那这个时间点啊,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赶快找SSNOW的helpline 那大家可以在www.ssnow.org-help 这边可以看到他的服务的相关说明 对,那他们可以帮你快速的联系,像是如果你的账号被偷了,或者是你Google账号被盗用 他们可以帮你快速的联系Google、Facebook这类的公司,然后把账号取回来 那像是如果你的,你发了一篇很不和谐的文章,然后你的网站就被政府机关DDOS 被国家力量DDOS了,对,那他们可以帮你就是快速帮你就是提供应急的DDOS的处理措施 这样子,对,这是SSNOW的helpline的公合服务 对,那这个议程讲的是说intermediary for the helpline 就是说helpline他在面对全世界各地的需求的时候,其实需求很多嘛 他提供8种语言,24小时的服务嘛 那在面对全世界各地的需求的时候,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 他们需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要认证说这个人的确是人群工作者 不是就是路人,对,那他们要提供,他们只对人群工作者提供服务嘛 那第二个是说,他们验证说就是这个Case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对,那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制度是就是中介者的制度 就在世界各地其实有蛮多就是他们确定是可信任的人作为中介者 那如果Case从中介者这边转送过去的话 那处理的速度就可以很快,因为他们就认为说这个Case是可信任的Case 就是这样子,对,那中介者他们现在就是一样持续在寻找中介者嘛 对,那这个help line提供的服务有很多,提供的就是会处理的Case有很多啊 像是系统被破解,手机被破解,账号被破解,然后浏览的安全性 然后传送讯息的安全性,然后装置的安全性,然后备份的安全性 然后如果碰到就是恶意软体,然后或者是旅行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电子装置能够更安全 然后我刚讲DDOS,然后怎么样匿名,怎么样真正的匿名去发送讯息 他们提供Case,他们处理的Case有这些Case 所以说Intermediate这个制度就是值得信任的个人或者组织 然后他们可以帮助SSNOW扩大它的outreach,扩大它的处级 处级的点,然后可以作为信任与否的那个check的点这样子 如果台湾有一个人说他是台湾的人权工作者,然后账号被国家机关害了 那他们基本上就会找找看有没有台湾的可信,就是Intermediate 然后来确认说这个人的确是台湾的人权工作者 那他们在这个服务已经提供4年了 这4年间有24%的Case是从这个Intermediate来的 然后从Intermediate来的Case 平均在12小时内都会处理掉,都可以完成,都可以CrossCase 那如果是非认证,就是非确认可信的人的Request的话 通常都会处理上很久,就处理上一天以上这样子 同时这个Intermediate制度可以降低处理速度,加快处理速度这样子 好,那有介绍了两个Case 第一个Case是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嘛 有一个运动者在叙利亚,然后被ISIS抓了 结果他的Facebook开始,大家已经知道他被抓了 结果他的Facebook就开始与他的社群网路做沟通 对,那大家就确认,他家人跟他的那个同事就确认说就是 这是被,就是不是他,然后他们就找了Helpline 然后Helpline就在两个小时内就,就联络了Facebook 然后在两个小时内就把那个账号停用这样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苏丹的一个网站,发了一个不被政府接受的新闻 然后就被DDoS,对,然后Helpline就提供了他们就是Step-by-Step Guide 然后去把他们的网站指到那个Deflate DNS上面去 好,那Helpline提供了八种语言的服务 那我在这个议程上也,我们在这个议程上也有碰到就是越南 越南原本是做Indemedia,后来变成正式的服务这样子的成员 好,然后第二个,我参加的第二个议程是全球之声 全球之声就是在提说,在讲说怎么样用 呃,讲故事的方式去提倡你的那个,去提倡你的理念 讲故事的方式做运动这样子 对,那,全球之声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很古老 很久很久的网路服务,就是网路的campaign 那就是讲,就是这各地有很多,有很多志工写新闻 写部落格,写讲各方地的故事 然后也有很多志工把它翻译成各国语言这样 那台湾这边也有在丢 好,那,讲者有提到一点是 就是,有摘录了一句话,一段话叫做这样讲是 The greatest story, commendances make me care, please emotional, intellectually, and ethically just make me care 就是说,其实就是讲故事是可以让,就是可以触动大家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对,那有提了两个,然后他有提到了那个TED style,TED story in TED style 有一张,就是有一张,有一张图,大家可以直接搜索TED story in TED style 对,就是怎么,他TED怎么讲故事 好,然后,有提到两个pass,一个是Niuna Menos的campaign 那这个campaign,我之前不知道,对,它是一个跟一个就是在中南美中要跟一个女生有关的campaign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昨天也有提到那个伊朗,因为做了一个相片软体,然后在就被抓了的 就在伊朗被抓了的城市设计师,那他其实是加拿大人,他是加拿大裔的的加拿大人这样子 对,结果他做了一个相片软体,然后伊朗的人啊,去上传的pong,然后上传的影片 然后他回伊朗去台湾家人的时候就被抓了,那现在他还在被,现在他还没有被释放 叫做SAED 对,那,现在这个campaign还在继续走,那全球之身就有提到说 他们就是一直持续的想办法,持续的就是与不同的东西连结啊,去让大家继续记得他 然后继续,就是不要后,就很容易的忘了他这样子 然后继续持续的这种,就是,深远的事情 然后有,最后我介绍一点就是讲故事不一定要用文字的方式啊 也可以用就是影片的方式,或者是漫画的方式 哦,布鲁塞尔是漫画的程式嘛 好,那第三个议程,就是今天我听的最后一个议程是 PNR,Passenger Name Record 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什么东西 就是他的那个议程的title是 Every plane you take, I'll be watching you Wait, you are on a train 就是说,其实大家搭飞机,就随时都已经被,就是搭飞机你的搭机记录随时都已经就是在各地都,就是各国都有你的就是飞行的记录了 那现在,现在呢,就是有些国家正在,正在提倡或是正在你,就是搭火车或者是飞飞机的其他的交通方式的旅客运行旅客通行记录这样子 那有提到的几个,几个国家 这个是EU 就欧盟在2016年4月20,4月的时候有提 有adopt,有那个接受那个 Passenger Name Record的使用原则 这样子,那当然就是一样就是 以为了防范,呃,恐怖分子的名义 或者是,或者是严重犯罪的名义嘛 对,那 那Passenger Name Record是包含了什么东西 那昨天,呃,就是去年的时候欧盟正在 呃,就是比利时这边,比利时网路单位 就是有提出一个就是,呃 proposal,然后也是要收集就是列车的Passenger Record 还有列车还有船的 对,然后 然后还有几个国家呀,奥地利 然后美国啊,然后 呃,比利时 德国,就是 他们也提出这几个国家的例子,然后 他们都有一些规则,有些不同的规则 像是 像是奥地利他们会 留存就是5.5年的记录,然后 有三年的记录是留存 嗯,会留存就是 呃,针对旅客的兴趣去做分类 去做,潜在兴趣去做分类的记录 那有2.5年的记录是可识别的记录会 然后是可识别,然后是限制 限制大家存取的记录,会留存2.5年 然后重点是就是Passenger Name Record里面 除了你的身份啊,你的可能ID啊,这些的以外 还有一个Free Fill,就是可以留存任何东西的 的栏位 对,那这个栏位里面的资料可能 就会是一些很 很敏感性的资料,那 重点是大家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资料 那美国的记录,美国的 目前的规划是15年,留存15年 然后有5年的记录是 有5年的记录 留存15年的 retention period,然后有5年的 是可存取的资料库的 记录,然后 然后6个月以上的记录 会depersonized 然后使这些记录 会限制10年的存取权 然后 比利时的话就是刚讲的嘛 列车、船、巴士、飞机 他们打算说这么完整 这样子完整的旅行记录 然后留存5年,然后 在你搭乘任何 交通工具前要有24小时的notice 然后 现在比利时 他们把这个 这个计划提到 就是后来就是本地的这个人权 工作者就把他提到 法院上,现在正在等法院的裁决 就对了,那是说 原本预期说去年会 裁决会出来,那去年没出来 所以现在随时都有可能会出来 就是比利时 那 他们想到的pandering code 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就是会 影响到你的移动自由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人权自由 那 然后会跟 甚至就是说像现在还没 根本就还没开始实行 还只是在提案的阶段 就已经有非常多人一直在提出说 想要扩大这个pandering code的 试用范围 试用范围 跟基础的资料内容 这样子就蛮多单位在提的 然后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说 这是有用的 就是能够有效的避免恐怖分子 然后它是存在就是一个政府的私人资料库 政府的一个私下的资料库里面 所以我们没办法verify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没办法验证,没办法去查验它的内容 然后它也有各种正面或负面的False Alert的可能性 就是说你有可能你根本就不是恐怖分子 然后根据这个pandering code 就被判断成恐怖分子 然后你就没有移动自由了 有可能你根本就是恐怖分子 就是它根本就是恐怖分子 但是根据这个资料库 它查不到它是恐怖分子 它没有翻译说它是恐怖分子 那反而是不是 反而你针对它的安检 你就会就有那种负面的Alert的问题 然后基本上就是大资料 那有了大资料之后 就会有profiling的问题 就是说不知道什么单位 会拿这些大资料去做 就是去做运算 然后做出各种各种运算 各种统计的问题 这样子 那在这个议程里面 基本上就是他们 就大家都讨论 最后就是大家讨论的结果 就是说其实唯一一个 去避免这件事情发生的方法 应该就都是提到法院 然后等法院裁决了 对就是目前在各国的 施行的过程之中 好像没有其他的什么 可以阻止他的方法 这是我今天听到的第三个一层 好那这就是我RiseCon第三天 就是今天的比较精确的记录 就是今天的记录这样子 那我会把大部分我听到的内容 然后把它整理成中文的文件 然后把它放出来 那当然不知道多久以后的事情 因为基本上就是整理一篇就超 整理一格生学就超久的 对不过我已经整理了一个 然后现在正在整理第二个 然后会把它在网络上面分享出来 那如果对大家都在RiseCon有什么 问题或是有什么兴趣的话 就是我们回台湾之后 还有应该 我们回台湾之后 回台湾之后 会办一个就是分享会 会跟OCF的人 跟危机白格的那个Dennis 两位 Dennis跟MGD 然后跟OCF的阿段 一起办一个分享会 这样子 那OCF那边也会针对 就是RiseCon这边的一些经验 然后其实有一个计划 有一个安全 Security Training的计划 安全训练的计划 我正在进行中 那接下来大家也会看到它的相关消息 好那就这样子 感谢各位 我RiseCon的任务就到此结束了 还没结束了 还要整理很多很多的资讯 很多很多的资本资料 然后要写很多email 去联络这几天认识的人 好就这样 大家拜拜